那我馬上講答案 好不好 哈哈哈哈 哇 這個太好了 逼出答案出來啊 好不好 太棒了 因為 我如果不讓你聽進去 好嗎 很難的聽到 現在有誰說愛心疼的什麼意思 Tanny 你要不要講啊 給你關心中 來啊 回去啊 不是 我講的不是答案 你怎麼才是答案呢 哈哈哈哈 RCEP 是RCEP 15 他們中間互相的Trade 表面是把台灣排擠在哪裡 不不 R是Internal 15 國長的Trade 從現在開始 他們這15國將注重他們裡面的Trade 而放鬆了對外的網路 那不就把美國美洲市場 就空下來了嗎 那麼 尤其在座 你們今天說一下要 怎麼樣達到海外的公司企業 可能你們還需要有一段時間來做 所以如果今天能做 而且是最有意義的 怎麼樣幫助台灣的企業 所以能夠化危機為轉機 那是最好 所以由於RCEP 他們放鬆到海外去 而且像大陸很多企業到美國去 都在時間關稅比較高 好 他們又一放鬆 那不是給我們機會 減少競爭 大美洲去 而且要去美國 這段時間很多報章都說 去美國50州裡面最好的選擇就是德州 德州最大的都市就是Houston Houston最好的地方是它有海港 還有一條跨國的最大公路 而這大公路就在我們的土地的邊緣 所以幾個一一一加在一起 我們是當然的第一 今天講的不是只是靠近捷運什麼 我們今天講的是國際級的 美國歡迎投資到美國得到最好 Houston最大的投資 公路第一大就在我們可以買 然後我要講的是一個偉大的事業 要靠團隊的力量 在座諸位 你們目前做的事業都比較個人級的行為 而我們已經打的是團隊戰 希望樂能普抵達 那麼多的 labor